煮車讓它顯影 在費金走過路 它沒有乳腺跟我們的乳腺重複 讓你看出來很清楚 費金在走的路 費金到底有生涯 對生涯的素材還生新的費金 那都去不出來 很好的 問題就是咸飲劑 咸飲劑有侵入性 侵入性就是 有的對咸飲劑貴賓 煮下去 然後帶起來 一萬塊有一個人要聰明 當然醫生不會這樣 他在旁邊傳一些急救 現貴賓 現貴賓 讓你外套起來就對了 所以這是 現在有稍微要用生涯劑 比較不適合對整個社區 你說你向王教一人人 來喔來喔 東南区的 來喔 定義書的第三次對面的 這些都要來做 不靠 要做 第一 八千 算了 還要煮什麼 沒了 沒了 那時候你就適合那個機會 早期發生 來發現 所以 是不是適合 對高危險群婦女來做就好 所以 將來可能會走這條路 對戰警黨過冷的精行秋述的人 還是有人工植入 冷有的是不是 經過精行 他有的煮 他以前用石蠟 我夭壽 你很夭壽 你石蠟一樣煮的工業用的 你如果用很好的石蠟 反正還沒那麼嚴重 因為以前工業用的工業用 燙 都還沒了 那些成本才兩三千而已 把你煮下去 現膨耶 你中午說來休息 說來喔來喔 去藏醫師那裡煮 兩三千 回來 走路都有風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挺起雙風 多傲人 古早真的有這種民衣 你煮 有車頭真的有 煮到買了這些人 對 因為巴拉粉 它會跟我們的組織 結合 接合後 這種植物性的東西 變成癌化 那個可能 那要拔 就要拔到整個 老火老地 甚至整個檸檬就切掉 就要植皮 用皮來補 所以喔 比較就這樣來講 你如果對那個 有植入性的 有動過乳房手術的 持核共振 也是最好的篩檢工具 它對這開過桌子 有天過的那些 那些 那些混雞 檢查會出 值得啦 如果超音波剛才說過 它是雙雙來做乳房攝影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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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說 你如果發現異常的時候 我就正義不 защ理你 因為我們普通修進去 去掃的那個已經 很普通的 但是知道如果問題 超音波 超音波可以 不親入心 那些是生音而已 超音波的發病 就是從那個 抓魚子的魚巡 那魚巡 那魚巡 它要塞過 由 超音波 超音波 很輕的海水 那種 那個聲,那個聲要做什麼 讓你看到海水,會反射回來 那魚的魚群,那魚的魚 哇,一百隻在這裡,倒閉在裡面 螢幕上,哇,魚在這裡 打蟲,那蟲子打下去 如魚得水,不是,如魚得水 得人如得魚,叫我信用 你不要摔到人牌,摔到魚,你就這樣趴回來 你用信用趴回來,做你的信度 你給他這個,很神秘的教養 對這裡才發明到說,超音波是這樣用 超音波,原來就可以抓到這個 倒閉的影像,你冷裡面怎麼生的東西呢 我用超音波,讓你倒閉 那沒有侵入性的喔,但是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裡面,倒閉的影像,一顆留在這裡 喔,一顆板,甘金的,那都會出來 超音波,很好用的 還有,如果你要做切片 你如果知道,這炒的是脂肪還是乳腺還是鹽 你就要對,用超音波,馬上硬上在這裡 拿掃,掃到這個角度,插這裡 掃到這個角度,插這裡,好,很準 所以超音波,是,做做加強的時候來掃 他比較沒有做第一次的篩檢工具 主要原因,還有一項就是 這個地方,簽到掀差很清楚 你如果不把超音波的醫生,內科醫生 包括骨科,骨科,貓面科,肝膽科 大腸、極腸、直腸科,什麼 其他我講完之後 只是乳房外科和嘉義科 對這個比較內行 創的都掃這個,有時候掃我完個去 沒有的跟你說,有的跟你說,沒有的 那天都不好,你就要自視的教育 要掃的醫生,就要特別這種 乳房超音波的掃描,有一定的角度 也順序,也算是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 你用標準的作業 有那種固定的程式 還有一些微小的概化 還要笑,就是這點差不出來 你概化,如果這一批 你掃過了 你概化就要擠到像大母王 大母子,這個政家這麼大片 來到這麼大片就怕會不會有 這已經超過一公分了 所以他就是有那個課點 他把那些概化做成你政府裡面的費金 你費金,證明貨也是頂頂的 概化,側面貨金是坑坑的 但是證明貨也是涵蓋的組織 變成概化點在那裡 會費金 所以超音波未陽性 比較高 那時候出來說,怎麼會厭惹惹 其實不是 所以我們也要一年 一次、兩次 還是兩年一次 最好是,一年一次,兩年一次 來跟他頂頂 這是後面每個國 都有建議,也要這樣做得更好 雖然有外陽性的未陰性 但是好處就是 既就給我們高雷福利來做頂頂的檢查 我們國家的國民健康局 對日空空四年七月開始 讓五十歲至六十歲的福利 每兩年做一次免費 會後面檢查 所以頂頂頂書 在這裡給大家報 辛苦病情,誰人知道 頂頂書知道嗎 好小事 五十歲至六十九歲 你要想起 有,將近二十年 你要每兩年做一次免費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在國民健康局裡面 給我們開這條錢,不用開到我們的健保費 第一年營成的要做嗎? 有危險因子的要做 上週的危險因子 High risk就是 有一邊可以到的零夜 你這一邊還得到 這一邊得到的,這一邊得到的機會 比人家更高 有特殊的家庭數 你的媽媽、阿姨、阿嬤、阿嬤、阿嬤 你的阿嬤和阿嬤 有這種家庭數的家庭數 還有之前你做切片有異常的 以前做切片,已經懷疑過了 所以沒開到 因為看起來不是鹹 但是已經過多的核分裂 還不夠鹹 那種的 已經有做過異常的切片 請你年輕也要做 再來,次高危險群 就是直接說媽媽和你的姐妹 不是說到外媽,就是你的媽媽和姐妹 你有錢嗎? 錢嗎? 自己又比較正 一定對你老婆那裡 有醫團 機會很高 這中間你還去吃公告藥 公告藥裡面有 有車頭 中間中醫師禁所 吃頭映肉 放到白樓 廟棚 廟棚 夭壽 那裡有那種台盤素 那是給你夢 那種的 你如果是電台 有那種 我們說衛生署製藥 沒關係 那不是說賣花台 你如果有電台 那種地下電台 完全都沒有衛生素 沒有經過把關 那裡很多吃了 真的會出問題 請你給我看一看 我們就不要賣花錢 你如果賣花錢 你會給那種姿妹 老母子這種 比較娃力 近親的 中冷眼的那個 那個冷眼 用這個來做Casino展 幫你刺激 幫你Promote 撒出去 賣掉怎麼變得到 所以那些公告也要不要賣花錢 還有另外一種的 次微選情就是 第一天 三十歲以上生 那事情大條 我們現在生的孩子 都幾歲 你告訴我 三十歲以上生親 國不中三十四三五十幾歲 這頂人 你都給我記 你讓次微選群 得到三十歲以上 再來就是沒有生的孩子 張醫師說沒有生的孩子 怎麼來做 你沒有生的孩子 你的生活裡面 沒有荷蘆蒙 經過改變 你懷孕的時候 你房體素會出來 房體素會保護 讓你比較不會中冷眼 結果你沒有 你是做一個 林志玲姐姐的生年 到三十五歲 還沒嫁 後來要嫁 說 好的男人 都已經白人的紅了 天底下 已經沒有好男人 見好男人 都是人的紅 我現在要怎麼嫁 不要嫁 不要嫁 看起來 大家都在離婚 我們沒有嫁 會比較清心 很多人都走這條路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涼拌 我跟你說 你就要接受 四危險群的召喚 你就要檢查 未成生育 因為你的女性荷蘆一直在使用 沒有男性荷蘆 幫你平衡 再來 停經後 背胖 停經五十歲左右 四十八到五十二 你停經後 一直大口大口 除了你的皮下脂肪 會儲藏更多的女性荷蘆 他不要讓你骨質疏鬆 這是好的 他不要讓你太老化 這也是好的 但是他帶來的壞處就是 女性荷蘆過多 刺激乳腺 讓他過度成長成為癌細胞 所以 你停經後一直肥胖 太厲害了 也是要做次危險群 再來 卵巢和子宮內母的犯者 你兩次有生育 你的子宮內母有生育 拜託 這都是荷爾蒙影響得到的 也是 虎嚕夢 比較多 再會去生育 如果兩次生育也會生育 生育女性荷爾蒙 這類的你就要當作處危險群